大家好,我是老药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泰国高分选一篇天才枪手 泰文原名是 呃,不会念 直译就是聪明的游戏作弊 从片名也可以看出来天才枪手 这是一部讲考试作弊的电影 这个天才就是林一个美女学霸 初中三年成绩牛的一笔 而且还是各种精彩的冠军 初中毕业之后 老爹为他选择了一所条件很不错的国际学校 在这里上学的话 就有很多获得奖学金 出过留学的机会 老爹就带着林的成绩单和一堆奖杯来找校长 看到是个学霸 校长就问林愿不愿意过来 林这时候故意犹豫不决的说花费太贵了 在这里上学每年要15万泰铢 校长奇怪的说学费一年才12万 怎么就15万了 林就计算了公交费 伙食费还有制服和文具费 加起来就很高了 而且他老爹的收入很低 学霸不可怕就怕学霸抖机灵 校长听了先是有点尴尬 然后笑着说给林减白金 并且补助他伙食费 就这样林进了这所国际中学 入学第一天 林就遇到了自己之后三年的闺蜜 葛威斯 葛威斯这名字一听就很洋气 没错 她是一个很有钱的富家女 不过这丝毫无法阻碍两个人有钱的发展 他们脚尖顶着脚尖 一起学习玩耍 一起在图书馆里席地而坐 总之玩得很开心 这一天在图书馆里 葛威斯就告诉林 很哭闹自己的长见 因为达不到79分的话 这学期他就没办法参加社团 最难的就是数学了 林就看了下葛威斯从数学老师那拿来的补习资料 一眼就看出其中一道题的答案 其实这道题很简单 不过就是求A并B与C相交的集合是什么 总之圈圈滑一滑就出来了 葛威斯瞬间被折服 眼睛里都是小猩猩 求着林给他辅导数学 林一开始不愿意 葛威斯又很甜的叫了他几声林老师 这个作用大概就相当于情侣之间 女方叫男朋友哥哥或者欧巴 或者是一个道理 适当的尊称总是让人得到很大的满足 又被友情融化了 没错是友情 然后开始给葛威斯讲题 第二天就是期中考试 一拿到试卷林就懵逼了 试题跟他昨天给葛威斯补习的一毛一样 也有求A并B与C相交的集合那道题 这时候数学老师不实实际的说了句 意味深长的话 让你们不知道我补习 现在完犊子了吧 这话在林听来再明了不过的 就是收钱泄题 不过更让他震惊的是 葛威斯竟然不会 昨天讲的全忘了 急的妹子都哭了 看着好朋友掉眼泪 又想到他那一句句的林老师 林再次融化了 就将答案很机智的写在了橡皮上 然后放进鞋子里 踢给了后座的葛威斯 不过猪队友葛威斯在交换自己鞋子时 把鞋踢到了过道上 还好林比较机智 果断的站起来踩上鞋去提前交卷 就这样葛威斯顺利考了一个高分 为了庆祝这件事 葛威斯邀请林去朋友家里一起游泳 并趁机将自己的男朋友 同伴的阿派介绍给林认识 阿派也是个富家子 而且成绩也很懒 因此家里答应他只要学习进步 就能得到一辆新车 阿派趁机提出 想让林帮助他和朋友一起作弊 每人每颗支付他3000台铸 大概是600多人民币 几个人加起来 有23万4千台铸可以挣 林起初并不想这么干 但是阿派无意中说了 这座学校有负献金这件事 大概相当于咱们的择校费 这让林很是震惊 他以为自己是靠奖学金入学的 回到家之后 林翻出了父亲藏在抽屉里的发票 竟然有20万台出的奉献金 林想到自己当初在校长面前耍小聪明 林觉得自己特别可笑 数学老师的特别辅导 校长的奉献金 让林见识到这座学校的可耻之处 再加上父亲一个人抚养自己的辛苦 可能还有对富家子富家女生活的嫉妒 于是他决定帮助阿派和格瑞斯作弊挣钱 为了防止作弊 因为发现林设计了一套 用手指敲基因符来代替选项的暗号 比如 赵埃斯代表A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一张代表B 土耳其进行曲就是C 小波曲就是D 这灵感来源于他小时候学的二半调的钢琴 第一次作弊也相当顺利 林收获了一大笔钱 他给父亲买了件货柜的衬衣 说是交通学钢琴课的学费 随着自己一炮而红钢琴课 也开始秘密扩张 这时候学校里第二个学霸开始登场 那就是阿班 阿班跟老妈一起生活 也是单亲家庭 靠着一家设为破旧的席店 维持生计 总之比林还穷 两人最初的交集是一次比赛 阿班因为背出了圆周率小数点之后 十多日而取得关键胜利 之后两人因为要竞争同一个新加坡奖学金 而成为竞争对手 在一次考试之前 阿班的同学阿东求他帮助作弊 并且一不小心说漏嘴 提到了钢琴老师 阿班毫不犹豫的拒绝了阿东 即使阿东出了三千太猪 这次考试 同样是林带领着自己的钢琴班学生一起 不过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既然是AB卷考试 一群人都急了 学霸毕竟是学霸 林利用考试后半场的混乱 跟旁边的阿东交换了试卷 这让他就掌握了AB卷的所有答案 就在考试结束的前一秒 利用手指敲击暗号再次成功作弊 不过就像原妙不可言一样 命运总是让人措手不及 善良的阿班看到阿东在考试的时候 鬼鬼祟祟 以为他在偷看林的试卷 就将阿东给举报了 没想到也将林作弊的事情 顺带着给暴露了 林迎来了高中以来最灰暗的时刻 校长取消了他新加坡奖赛金的资格 要不是老爹低声下气道歉 并答应补齐剩余的学费 林面临的可能是退学 回到家里 老爹对林大发雷霆 林也质问他奉献金的事情 为什么大人就可以在教育上用金钱交换 自己却不能 老爹对他的争辩更加气愤 让他把钱都退回去 转眼到了大三 Grace找到林 让他再帮自己一次 这次是参加美国的ICT考试 这名字其实是杜撰的 大概相当于美国的全球高考 阿派这次出价是60万 为了钱林暂时答应了 拿走了辅导书 不过那些挣扎之后 有些后悔就打算退出 正当他去还辅导书的时候 看到了酒店大堂挂着的 世界各地的钟标 于是他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没错 这就是国际跨时区作弊 原理是这样的 由于地球是个球 而且还一直在转 各地间的太阳就有了先后 于是就有了不同的时区 而悉尼在东时区 比曼谷所在的东西区时间 要早三个小时 利用在三个小时的时间差 就能提前见到考试的试题 这里有人可能会说 十一区不是更早吗 为什么不去东京 呵呵 有了这样的方法 林提出了可以拉拢更多的客户 这样他不仅可以 不收阿派和格维斯的钱 还可以挣到自己的出国学费 这个淡胆的想法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只是林一个人靠记忆力 将答案背下来有点吃力 于是他就提出想让阿班参加 但是按照阿班的品性 不可能参加这次行动 就在这时 阿班被人打了一顿 扔到了郊区的垃圾堆 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 错过了新加坡奖学金的资格考试 人肉屈辱又走投无路的阿班 接受了这次计划 他跟林一起开始锻炼记忆 并按照考试流程演练 一切准备完毕 最后他们互相模拟 可能出现的审问环境 阿派说漏嘴说 阿班被黑道打 扔到了垃圾堆 而垃圾堆这件事 阿班谁也没说 知道的除了他之外 就只有凶手 愤怒的阿班 跟他打了一架之后走了 目睹这一幕 林爷有点心灰意冷 决定放弃这次计划 去追阿班 没想到阿班又再次回来了 因为他想要这笔钱 想改善母亲洗衣店的设备 于是两个人 按照计划前往西尼 第一次考试很顺利 两个人都在休息期间 拿到了藏在厕所里的手机 将答案发给了 留守在泰国的阿派和格维斯 不过第二场考试出现了意外 女厕所竟然满了 很久才进去 由于双搜索时间太长 差点被寻考老师发现 而阿班这边更棘手 他竟然临时加价 要一百万台铸 让阿派把钱立马打到他的账户上 阿派被于无奈只能答应 阿班得到了这笔钱 却被监考老师发现了手机 看到阿班被抓 林把手机藏在了 过道的饮水机上面 第三章考试就指向了林 他必须将答案全部背下来 关键时刻 他利用之前作弊的钢琴音符 强行记下了这些内容 为了有时间传递答案 林用铅笔捅自己喉咙 造成呕吐 以身体不舒服为由 放弃考试 提前离开了考场 最终在监考老师的追逐之下 将答案传了出去 作弊成功 格里斯和阿派也都顺利通过了考试 但是阿班却因为作弊 永久取消了考试资格 林也因为提前退场而成绩无效 看到阿班的下场 再相当自己的遭遇 按燃神伤之下 林并没有参加阿派的庆功宴 也没有去领自己的那笔钱 阿班回过之后被学校开除 林在学校再也没有见过他 有一天 林被阿班约到了洗衣店 洗衣店的设备更换一新 阿班成了老板 是用这次作弊的钱买的 阿班约他过来的目的是 邀请他一起参加另一场考试作弊 并且兴奋地计算 这次每个人能挣一千多万 阿班的变化让林既震惊又痛心 他拒绝了 阿班却说要公开这次作弊的事情 不过林还是走了 离开后的林 在父亲的陪同下选择去自首 将这次作弊事件坦白 影片到这里结束 在老邀看来 这部片子就是林的一次次抗争 他在入学之初 为自己赢得了奖学金和补助 却不知道父亲早就交了更高的奉献金 他帮着同学作弊 却不知道有一天迎来东窗事发 他拉着阿班入伙 最终却让阿班失去了出国机会 更失去了曾经的善良 他显然高估了自己 而低估了命运的安排 我是老邀 欢迎大家关注评论点赞转发 谢谢